直播室裏面有兩位後任的立法會議員 都是屬於新界公 都是高票的 票王就有劉國雄在那裏 是 長毛梁國雄 我看到你真的有很多賤 可以徐武姓的 看到你也有口賤 另外就有曼必 陳泉傳 大家好 各位商台的聽眾朋友 大家好 歡迎你們 首先我想問一下曼必 我想大家都很有興趣知道 究竟現在人民力量搞甚麼 王若達的講法 可不可以跟聽眾分享一下 我也不是追Facebook追得很緊 我覺得現在人民力量是由一個選舉聯盟 即將下一步是變成甚麼 是否變成政黨 還是有其他存在方法 大家可以去想一下 可能阿達覺得他未必適合加入政黨 但是有些人的看法不是這樣 所謂有些人的看法就是人民力量的支持者 或者是情 覺得他這種說法 似乎對於黨來說 又不是很好的效果 會分裂 以及令人對黨的形象變差了 這是不是一個嚇人的情況 第一 人民力量不是一個黨 所以都未成立 未建成就沒有分不分裂 但是在邁向 我覺得香港的政黨 一向的紀律都非常鬆散 我覺得人民力量大概是一個聯盟 如果聯盟裡面有一個人說 我不想參加一個聯盟 其實就不是大不了 即是自由的事 即是自由的事 第二 即可能港的時候的語氣 那些人會覺得 其實事實上他是一個 散營的造型 這個大家都知道 這個大家都知道 老實說 你說黨 有些人退黨去選也有 有些人不讓他去選 他也是去選也有 所以其實香港的政黨政治 是非常初戒的 因為我們沒有政黨法 但是有什麼叮捉他人民力量 我不敢 試過分裂過 我覺得其實各位在三機的聽眾 要聽著 其實政治上面組織有不同的意見 或者導致了離開 其實就不是大不了的 你看外國的政黨一向都說 不過因為我們是初階 所以去應付黨裡面的派別的權利 以及有一個機制 令到每一個派別都有相當權利的討論 是沒有這個機制的 就是說你縱觀所有的政黨 都沒有一個章節就是派別傾向 英文的就是Tendence和Fiction 是沒有的 所以我覺得對於政黨的離離合 就不用大不了 坦白說 我這幾天都說過 政黨消滅都有 因為我都說過很多次 就是說我在2001年去Calkery演講 在機場買了一張報紙 有一個叫做新民主黨 突然間一夜之間消失了 即是百多席變成四席 也有 即是民主的就是說 你贏得就輸得 你輸了也不會死的 即是如果你那樣是對的話 即是以後你有機會回來的 但是現在的問題就是 其實我們前幾天都還在說 人民力量勢如破竹 很厲害 過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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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有說話 比民主黨厲害 我跟Mogo加起來 比民主黨厲害 但是過場 我們又聽到這些不利的消息 其實我們關心的是 人民力量會不會因為這個原因 真的會削弱自己內部 應該不會 現在我再很清楚說一次 人民力量是一個選舉聯盟 經過兩場選舉 2011年的區議會選舉 2012年的立法會選舉 那麼他是要想想 接下來 不可以繼續是選舉聯盟 這個目的 那是要變成什麼呢 其中一個方向是組成政黨 但是有些人都覺得不好 即是覺得不好啊 組成政黨很複雜的 你覺得好不好呢 我沒有一個答案 即是沒有這個議程去討論 即是未經過討論 那麼有些人就說 社民年的時候有倒閣 有滲透 即是各樣東西 你們就說不好了 不如義工團算 即是人民力量 就有一個執委 接著各區有一個義工隊 可能最簡單 即是來去自如 不過現在關心人民力量的朋友 或者人民力量的支持者 看到黃洋特的表態 就覺得好像很快 還沒有開始討論 你自己覺得怎樣 你總有些感覺 對於看到他們的表態 即是原來明都已經有一個表態 即是我這個個人比較定 定力比較高 不會因為什麼風吹草動 而情緒太大上落 我也呼籲支持者 是不需要將一些東西無限放大 網絡上的世界就是這樣 什麼都要剃相 即是中定奸 左定右 其實是不需要的 即是在不同的空間 大家都可以互相發揮 不是政黨只不過是一個工具 講完完組織 我先關心你自己 陳志全民必 你是激進派之一 我們知道長毛會怎樣 但是市民不知道你進到議會會怎樣 例如我們說 你自己會不會放東西 拉布我們好像聽過你會 其實可不可以告訴市民 你用激進派的新聞進去 但其實你自己有多激 如果你問我 我不是的 激進不必要放東西 所以他會怎樣激進 有什麼形式可以激進 你說激的意思就是 香港人覺得激 其實這就是電影的術語 激不激 我覺得激進派一定是扔東西 萬必會是怎樣 街上一些選民都有問我 萬必你進到議會會不會扔招 我就說 我不會扔招的 因為招毓民扔過 但你不排除扔蘋果 當然不排除 其實在說 做什麼的肢體抗爭 或者象徵的意義 或者摸過每次帶什麼進去 是因應議題 因應我們想要突顯一些不公義的地方 不一定是扔東西 但也不排除可能是扔東西 就是扔飛機 扔牙籤 扔什麼 是看你想要突顯什麼 我想其實就是 就是長話短說 我們從來沒有想過 在議會裡面是用暴力 去傷害我們的抗議對象 或者政敵 這一天會不會來呢 是不知道的 因為民進黨之所以會打架 就不是想打的 因為朱高正進去之後 有些萬年國代在那裡 都還沒說完 他排隊排不到 就衝上去搶咪 因為那些是軍人來的 打他 所以其實你說 有沒有一天 香港會搞成這樣呢 要那個人去搶咪 被人打之後還手呢 或者那個搶咪的人 走出去的時候 已經要打才能上到咪呢 這個真是不知道的 但是香港好像當年台灣的萬年國代 那個會這樣就差很遠了 即是說連說都不能說 就沒有的 所以你說好像出現朱高正 為了搶咪去打架 就應該客觀的條件不存在 因為市民現在感覺 你問給你的印象是比較斯文 有些人就覺得我進去 是不是會溝探一下 毓民大舊的形象 或者你們還是走他們的形式 其實一組人是有分工合作的 那不同的東西都是分工合作的 都是要因應情況 因應議題 我覺得其實政治就是 信念理念和個人性 即是說人的風格 其實一個人的風格不是這樣 你是做不到的 我覺得萬必未必做得 因為他人不是這樣 其實你強求也沒有意思 是 我覺得大家不用擔心 他慢慢就會讓大家知道 他做事的風格 或者他的表達 其實老實說 扔東西可能是激烈 但有一種方法也很激烈 譬如宣布坐在會很久 不喝水都可以 當然我自己是始作俑者 在議會裏做一些出位的動作 其實很簡單 我都說過多次 其實我們是羞辱權貴 怎樣羞辱法才行呢 可能一句到尾就羞辱到他 所以我想說的是 其實大家真的不明白 因為立法會議員 真的想為民請命 說幾句都不行 因為為什麼呢 舉個例子 我再說一點 譬如等特首Q&A答問 等他等九個月 因為他六十個議員 每次答得十八個左右 你等得來 長毛你有沒有做事 所以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迫不得已 聽到火滾 起身罵他 其實就是盡了我們的言責 因為如果你在等 九個月才跟梁慎對嘴 你知道 Q&A的事情 一個問一個追問 如果他耍一下你 那就出了 那就沒有了 很多人覺得 你有沒有做事 所以其實 其實應該增加多些 特首見大家的機會 會有用一點 我覺得不是這個問題 而是我覺得抗爭 是多樣多息的 其實以前因為太單 其實現在好像適量的拉布 喊摩林 其實是可以的 喊摩林是絕殺 因為建制派不離開會 那當然是喊摩林 所以我覺得 所有開封氣 其實開那個都很慘 將來 阿辦必進去 他已經有前人 不是我厲害 就是有些人已經 有一個承見 有一個成見 就是這樣做才是 我覺得大家給點時間 我覺得其實 說到最後就是 人在做天在看 我想說一個點 就是抗爭不一定是 你們所說的那種 很暴力激烈 譬如 我沒有說 一般朋友 我經常幻想 如果我要包圍政府總部 我是全部人 有幾萬人在靜坐 打坐 一聲都不出 一句口號都不熬 一句標語都沒有 但那個能量 亦都可以很高 你說我在議會裏面 我在削髮 一路開會 不傷害人 亦不是扔到人 但是那個 看看那個什麼議題 用什麼方法 那你找到你的方法 這個我都說是針對他的議題 我給他們一點時間想 接下來很快有個議題 因為譚耀宗也說了 拉布要修改議事規則 給你們一點時間想想 如何去應對這個話題 人民力量之前已經一早就說了 某一些議題就會拉布 但是現在譚耀宗也有說過 民建聯說我要修改議事規則 拉布也不知道拉不拉得成 剛才我們也有討論過這個問題 就是難度在哪裏 就是最新的立法會生態 民主派就是十八對十七 就是民主派 分居直選 沒錯 在分組點票的時候 所以其實只差一直 這個難度就很難搞 那你拉布怎樣應對呢 當然你任何人都要有紀律 如果你是明知道壁裏分明的時候 那就有紀律 其實上次拉布 這個建制派人都不齊 讓我們叫這個點人數 讓兩次會開不成 是他們自己沒有紀律 我想泛民應該有紀律 就是說我們在選舉的時候 很多政黨都說要整個關鍵少數 今天就是他們實踐他們的政綱 最好的時候 由長毛說紀律是特別正經的 沒錯 還有沒有去到最後對決的時候 我覺得建制派都要付出很大的代價 因為他們要坐定定開會 如果不是隨時有留會 留幾個星期 那他們能不能夠背負這個令到留會 因為要收緊議事規則 而導致留會癱瘓立法會 他們都要負責任 現在國民教育是否會拉布呢 國民教育現在就要看看 學民思潮和反國民教育的大聯盟 他們的下一步行動是怎樣 因為梁振英又很狡猾 他現在就叫做表面上讓步 令到門外的壓力減少了 但是大專生繼續接力去罷課 但是如果現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一回去拉布 又未必得到市民的支持 我覺得整個反國教的運動 是典型的群眾運動 去令到議員要反應 因為當然是有時間差的問題 因為我們正在競選中 實說你真是關注都被人說抽水 所以現在回來的時候 我覺得我們應該是尊重鬥爭的主題 因為... 即交給群眾 群眾去定了路線之後 我們配合他們 因為我們拉不拉布其實很閒 你說要阻礙我們 就盡我們的能力 因為很簡單 我想大家很容易了解 因為我們做到的事情 是其他人做不到的 拉布是我們預言才能做到的 有意識的人才能做到的 所以我們應該準備好 我們應該準備好 如果群眾運動是覺得 你們拉吧 就拉他 立法院那時候可能聚集了十幾萬人 這是一個配合 因為有些是他們代不了我們 譬如他們的政策我們是代不了他們 那二十多個立法會議員在門口政策有鬼用嗎 所以他們那部份我們是代替不了 我們那部份是代替不了 除非他們衝進去 所以其實一個配合的問題 多於我們決定怎樣做 因為你自己單方決定拉布 那如果外面的民間又覺得 不是很重要不頂不吊不吊也挺煩 畢竟是涉及到我們下得待的事情 我覺得其實 其實立法會議員應該謙卑一些 就是去跟我們商量 其實我們也有些認識 老實說 所以我覺得這個方法比較好 我也呼籲政黨 現在經常被人說騎劫 其實現在由民間社會發起的 這次反國民教育的活動 都做得非常之好 就算我們叫支持者 如果下去也未必要戴旗 穿制服 其實穿黑衣已經可以了 大家可以打來一百七二八八一 我們今晚有漫編長毛 你們有什麼說話想問他 或者跟他們說 歡迎大家打來一百七二八八一 剛才我們說的是 究竟同性婚姻合法化 是否真的可以做到 為什麼會提這個議題 主要是因為我們今天其中一位嘉賓 萬必就來到 你當時有說過 你入了立法會就會提這個議題 為什麼會提這個議題 這是不是你首號會提的議題 這又不是我首號會提的議題 因為我公開自己的同性戀身份之後 記者朋友就問會不會 去為同性戀主做些事情 我一定會 包括反歧視條例 現在有性別歧視 有種族歧視 有家庭崗位歧視 但是性傾向歧視 一路都好像是停滯不前 做不到 他再問會不會 爭取同性婚姻呢 當然這是一個終極的目標 但是大家不要覺得 我要一夜之間 變天就入立法會 他只是為了這個目的 其實修改法例 和性可以結婚 不是一個立法會議員閉門 去決定的事 是一個過程 要多久 一屆不定 兩屆不定 可能我不能當議員之後 都還未成功 但是一定有人去啟動 有人去提出討論 我覺得我帶出這個議題 令大家多一點的思考想像 是一個起步 但是你第一個議題是什麼呢 入到立法會第一個議題嗎 第一個議題 我們講得很清楚 選房和選委 這是反國民教育 接著就是要梁振英取消 特惠生果金2200元的資產 入息審查186000元 接著就要爭取直接回水 還複於民 這就是我們說得很清楚 在選舉的時候 都說入到立法會 最先要做的 因為譬如你說同性婚姻 有沒有急迫性呢 你可以說沒有 因為你一直都不行 今年、明年、後年 你說不到急迫性 但是如果這樣 又從來不會有人討論 而提出來討論是一個過程 我有心理準備 不是那麼容易 可能會有很多人攻擊你 你個人的傾向也沒有問題 但是你推動這件事 可能會有很多聲音 中間其實還有一些可以說 例如是民事結合 享受法律上的保障 這些可能都是一個中間的過程 但是你剛才提到的 最不容易說的就是派錢的問題 為什麼你到這個時候會堅持派錢呢 因為其實現在坊間的聲音 在過去幾個月或一年都開始轉了方向 只覺得派錢不是很幫到手 其實我們一直都覺得 我們的特區政府是助勇太多的錢 他霸佔這些錢 又沒有好好利用 如果你說他有一個很長遠的計劃 去發展社會福利 教育 可以討論不派 但是現在你覺得他不做事 霸佔這些錢 而且他是亂派 他譬如派差響 派差響是頑富於富 不是頑富於民 一間公司拿9千多萬 為什麼這個大家有支持 而說頑富於民 譬如每人派8千或1萬 那政黨又反對呢 我覺得其實這個問題很簡單 當然就這樣派錢 如果你讀邏輯就知道 一旦派錢當然會產生一個問題 有些人不需要派了 但問題現在香港需要派錢的人很多 我們的堅尼係數是大到媽媽都不認得 0.53幾 所以其實我不是一個極力主張派錢人 但是政府拿了這麼多錢 他寧願在每一屆裡面 用其他的政策 變相派給那些不需要的人 我當然是主張派給那些需要的人 那又免得跟你爭辯了 那就一律派 就是說你派多8千元給李嘉誠 李嘉誠也不會肥得到哪裏 但是如果你派到8千元給撿紙皮 阿婆就不同了 所以其實大家真的不需要太多智慧 如果政府是有一個長遠的改革 也不需要派錢 因為你不停地派 譬如看醫生 沒有了藥物名冊 那你才派了很多錢給病人 你買了一個月票 可以搭全香港的交通工具 就派了很多人 香港人不是蠢 而是香港人實際上 那些窮人實際上 實際上受壓迫太大 我理得你 就派給我先 如果你是一個 不是窮得很厲害的人 你是不明白 那幾千元 對於窮人的益處 你知不知道每天在地鐵站 火車站收報紙 那些公公婆婆可以賺多少錢 站幾個小時 是十多元 即是一個月 是企足 星期一至六 都是二百多元 即是社會資助的角度去看 我覺得派錢當然是 大家都明白 是解決不了問題 但是你現在這樣做法 贊成他退稅 贊成他退差響 那些政黨 說這件事是民粹 真不好意思 是他們也民粹 為什麼呢 為什麼要先耗中產加急支所耗 這是一個問題 你用一張指著我 說長毛你明天就選不了 我也是這樣說的 如果你真的不要民粹 你就不要派錢給那些人 其實有很多東西 窮人都沒得用 譬如現在我們用了這麼多錢 整條很漂亮的鐵路 或者有些人一輩子都不會坐飛機 不好意思 那些資料建立了之後 其實是令那些人方便些 或者是令那些賺錢的老闆方便些 其實是暗類的不平等 至少牛頭角順嫂 或者他的家伙 這輩子都不會去旅行 明白嗎 所以其實老實說 如果你有興趣討論 我可以跟你討論三天 我覺得 我也相信 很簡單地說 反對民粹是對的 反對無原則派錢是對的 但是我們是有原則 我們是相對於一個政府 每一年 有多些錢都會派給中產家 和有錢人 我們說不要了 如果你覺得煩 要派給窮人煩的話 就一路就派 我一下你有錢 其實我們是非常大方 你這個窮人 我已經免得跟你算了 賀給你加成八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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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那你送給我們 我們先怎樣 我覺得很生氣 我多謝你給我 這個問題 我臭了氣很久 就是說民粹 什麼叫民粹 是不是 但是我剛才說的議題 其實這個問題 我問萬必 其實我還有另一個問題 我想問你 我也想說萬必 那個問題 就是說同性戀的問題 我覺得 大家我覺得 我向萬必 要致敬 因為 走出來不是容易 這是第一個 我覺得他走出來非常勇敢 就像一個所謂的 香港的政壇 石牆事件 Stoon War 我是被動的 其實是記者 記者打來問 但你都要被動 當然 被動可以說不是 那我又不想說謊 所以可能你有信仰 不說謊 我簡單 你現在走了這步 你真的有很大的責任 這個站 是代表 在這個社會受到性別傾向歧視的人 發聲 包括同情這個意見的人發聲 我明白你有其他事情做 但這個站 你一走出來 就是你的了 你的包袱大了很多 就是等於有人說 等於看舊有聖經的人說 你是先知 你認了之後 你真的要做先知的事 我真的完全贊成你 我覺得 任何先行者 都是痛苦的 你今次選舉 無論是行運也好 不運也好 你就扮了這個角色 我覺得我一定支持你 謝謝毛哥 一定是要為那些弱勢社群 其實十分之一是弱勢社群 如果你計算十分之一 受影響最少是十分之二 十分之三 因為那些朋友和親戚都受壓力 長毛我聽了你說這麼久 你也聽到其實當我們問萬必不少問題的時候 我聽得出來你也很幫口 長毛對我們這些後輩都是非常關照 但是我想問一下 如果這樣的時候 其實社民聯和人民力量之間 是不是很有合作空間 理念很相近 我說了很多次 就是說 社民聯和人民力量在兩點是相同的 第一個就是 在激進民主派的立場 就是我們盡快要用各種方法 實行一個真普選是相同的 而在這個盡快的過程裡面 那個策略是用抗命的方法 和這個議會裡面的抗爭方法是相同的 這個是大家看到的 不用說了 但是有其他東西是不相同的 也都有 因為過去分裂帶來的各種東西 就是無論你叫分裂也好 或者民興退場也好 這些東西要彌補 我覺得人民力量和社民聯有相近的地方 亦都有商議的地方 在將來來說 我覺得多一些議題先合作 去令那個東西更加近一點是好的 老實說我也代表不了社民聯 你也代表不了社民聯 我想說我代表不了人民力量 我們沒有談過 我們沒有談過 但是我這樣形容 我可能會認為人民力量 可以和長毛合作 未必和社民聯 不可以這樣說 我覺得如果為大局著想 這個世界就沒有私敵 老實說有私敵 那就不如去打拳 拳王就會有私敵 我一定要鎖你 其實政治來說 尤其是我們掃除民主政治 或者掃除為基臣做事 私敵盡量少 政治沒有永遠的敵人 大家都了解 但是我真的很想問你這個問題 終於可以當口問了 當日陶均衡進去立法會選區 其實人民力量派的是重炮手 他派黃楊達 現在他的得票率其實是13% 比長毛哥你自己在新界東做票王 沒有得比較的 我們19張名單 沒錯 但是客觀的事實就是這樣 你有沒有騙黑想過 為什麼人民力量派一個重炮手 來追擊陶均衡 這個就是要問人民力量的 第一我對戒票的說法 不如用戒票的說法 第一戒票 我有三個定義 第一個 戒那個一定是議員 現任的議員就叫戒 因為你本身已經是議員 這樣才可以戒掉你 第二就是 那個戒票本身的目的 是一個無間道就是益對方的陣營 你打著說 你的結果是跟理念相反的 我覺得第三個就是 那個戒票的定義就是你一定要記住的 民主政治之下 任何人都可以參加競選 很同意 你不能說戒票的 你會不會 我從來都不說 所以你欣然接受 萬必去新界東是戒長毛票 搶長毛票呢 因為我們也有派成員去新界西 牛是不是戒大狗呢 我覺得其實這個不是很合適 不過我會認為 自從社會民間分裂之後 這個就不停會出現 只不過我們新界東命大 因為老實說 萬必下來和張書蓉下來 他真的有機會是令到我 因為我做得不好 別人認同他而令我輸 那你不可以說別人 為何你下來 這是不能說的 我覺得良性競爭是好些 但問題就在於九東 可能真的不夠票 因為他們兩個合起來 就是票王 六萬多 任何一個團隊都沒有 我覺得這個真的 我覺得很遺憾 原本誰贏都好 是會拿到一席 後來我相信 他們兩個的期望就是怎樣 不如我贏了胡志偉 死了胡志偉 街大歡喜 我們把時間 讓聘眾介入 好嗎 172881 開封 第一位周先生 周先生你好 周先生你好 各位你們好 你好周先生 你想跟哪位說話 其實基本上是想跟那兩位議員 是 是 有些想說話短說 你好 陳先生你好 你的主張 雖然我不是同性 但我都贊成你的主張 但是我擔心你 你這樣做 對於你的正義前途 是有很大的影響 我希望你充分考慮 第二件事 我也很佩服你們 這麼多位 至少 你們認不認也好 都是民主派的議員 因為中央又有太空人來助選 又有金牌運動員來助選 幕後黑手 你們選得這麼辛苦 都選到出來 我很羨慕你們兩位 都是感謝選民 是的 他都是關心你的前途 不是的 其實我覺得你們是付出 給那些所謂建制派那些 那些人 是努力很多一倍才可以這樣 是的 謝謝周先生 我們先聽到位置 廖先生你好 你好 長毛你好 我其實一直都很支持法民 但我看到這次選舉 其實我身邊很多朋友 很努力去投票 都想法民可以跑出 但是實際上 這次真的分太多名單 都不知道怎麼投 首席雖然有兩票 我又很想投給你們 又很想投給民主黨 又很想投給公民黨 但最後還是沒有辦法 其實可不可以我們有些策略 就是會不會對付 跟我們的不同政見的人 可不可以你用一張大的名單 就是泛民對建制 當年七一連線 你才死了 是的 這是數學的問題 是的 結果都出來了 這是數學問題 前路理生他們是怎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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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明白 這個是要有一個關鍵 就是說 是一個 turning point 就是說 在選舉之前 過一個月 突然間 建制派突然崩圍 那你就做什麼都可以 就是 你跟我對決 怎樣做都可以 因為是數學的問題 其實不需要什麼 因為如果用最大月瓦法 你分那幾對就會比較多 其實是 問題就是在於 分那時候大家不是協調 始終選舉結果已經出來了 周回頭又很難說 多謝廖先生 我們聽到位置好嗎 何先生 你好 請說 慢必 你好 關於投票 我是投了你一票的 是 但是呢 就是時候投票之後 我在這個傳媒上 就收到你是 本身你是同性戀者 嗯 但是呢 在投票之前 你好像完全沒有提過這個問題 嗯 那麼歷來呢 我的票是投了長毛的 是 因為我喜歡他夠激 是 我喜歡他去罵 這些救官 是 但是因為你老哥上場 我很喜歡支持新人 是 但是因為你投票前 你沒有顯示 你表示你的性取向 那方面 我表示我沒有歧視你 但是你會不會影響你 如果我選舉前 公開了 你會不會因為這樣而不投呢 我會不投你的 我一樣會投給長毛的 為什麼 雖然你支持我 我也想了解一下 你是不是覺得他的性取向 長毛因為呢 因為呢 就是 我個人覺得 現在的政府的官員 非常不堪 我們又做不到什麼 我是一個普通市民 明白 那麼 萬必可能也做到這件事 聽完他講 是 請說 那我就投了長毛 一向都要求你 因為萬必出來 就是一個新人 人民力量 我之前都留意了 聽了人民力量很久 但是還沒有收到 萬必有的性取向 那方面 你覺得他的性取向會影響你的投票嗎 是的 我認為他的性取向會影響我的投票 那其實你有一點介意嗎 我有一點點 但是我不反對 我明白 你不是很積極地反對 但事實上是這樣 你覺得他的性取向應該和政治觀念掛勾嗎 這個就比較大便 這位先生的政治取向和他自己的性觀念掛勾 是的 是的 我知道 我意思就是說 不是萬必 不過何先生也代表了一部分人 多謝你先 多謝你先 他本身不反對 但他有介意 其實有一部分人真的可能是這樣想的 是的 同意 希望用未來四年時間 看看你們認為重要的事情 如果因為性取向而不投 是看到我的表現 會不會我的表現好到 能夠讓性取向更重要 其實一句都說了 我這樣說 可能都會被人罵到嘔 就是如果閣下 兒子或女兒是同性戀者 那你會怎樣想 你會不會希望他在社會受到人排擠 或者你會不會殘暴到就是說 如果這樣不是我兒子和女兒 是 想一想 但最重要就是立法會議員 沾杯茶吃個包 負責掛這個討論 說到最後其實性取向和政治觀念 或一個人的能力 就未必有關係 大家應該開放一點 去看這個問題 今晚多謝兩位先 多謝你 我會想要來 我會想要來 我們玩,讓你擁有 用,把我的好情報 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